提問系統都可以在議程網頁的每個議程場次裡面找到 再請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還有就是在各位入場的時候 如果有拿到那個黑色的小貓袋的話 小貓袋裡面有一些unconf的提案單 就是開放工作方案的提案單 然後還有行為準則 這些再請大家參考 那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就開始最後一系列場次 最後兩個場次 我先簡單開場 好 請婉玲 感謝各位 很多朋友從早上到現在 已經從9點多開始 一路到現在聽了非常多的場次 那從現在開始到6點 是我們最後的幾個場次 那在這個場次 我們要談的是 這兩年非常夯的地方創生這個話題 那2019年的時候 應該是2019年 國發會宣布說這個是地方創生元年 那地方創生元年的時候 列了三個地方是當時他們的重點示範區 那台南的左鎮因為地處偏鄉 所以當時 而且國發會當時的主委 美林又是從台南上去的 所以就非常堅持要把左鎮放進去這個重點示範區裡面 那我們後來有機會去跟當地執行的團隊聊了一下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說也許事實並沒有一開始大家想的那麼美好 所以我們就邀請了兩個 跟這個案子相關的團隊來分享說 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說的所謂的地方創生元年到現在為止 做出了什麼 然後失敗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 可能有哪一些我們可以在思考 接下來在討論地方創生的時候 應該要去想 我們的政府應該在哪一些地方要打得更開 或者是說 想了更多的地方 那我們首先邀請的是 台南市佐鎮區公館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陳柳竹 來給我們報告 大家下午好 我是公館社區的柳竹 那今天很榮幸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地方創生的一個歷程 然後也謝謝欣雅給我這個機會 那地方創生其實在大家的想法裡面 可能它是一個非常 經費非常多 然後呢 它可能有擁有非常多資源的一個計畫 那我覺得說也沒有錯 但是我們確實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地方創生的一個魅目 那首先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有地方創生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其實最主要是要解決 就是人口外移 然後呢 它可能是 面對人口少子化這一件事情 然後呢 偏鄉 那個城鄉 那個差距太大 然後呢 造成的 就是我們鄉村的勞動力不足這一件事情 那 其實在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國家把這個地方創生呢 定位成叫做國家戰略級的計畫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它是戰略級的 它不亞於其他的 比如說我們說的 農村在生這樣的計畫 好 那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哪裡需要這個地方創生呢 哪裡需要 首先被 拿來做一個地方創生的示範點呢 好 那我們左鎮 左鎮就被列為是全台灣首二的一個示範點 第一個示範點是在宜蘭三星 第二個是在我們這個地方 那我們國發會到底對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台南 然後左鎮在這個地方 在台南的東南方 那我們為什麼要地方創生呢 其實我們是以人口數來講的話 我們台南的左鎮呢 它其實是現在目前為止是 老年人口最多的地方 它是全台第一名 然後我們現在的人口數 大概將近只有4600左右 其實比我們台南市的一個里的居民還要少 這是一個必須要被重視一個正式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呢就是說 左鎮呢 未來勞動人力它會急劇的下降 然後呢 我們在推估就是說我們政府在推估這樣子 從2019年3095人 3095人 減少到2050只剩下1000多人 這只是推估而已 但是實際上會不會更快或是減緩 這個就要看我們政府的以後的一個政策 一個走向 那我們左鎮呢 其實呢 大家知道左鎮的一個印象 應該就是越世界 我們越世界的地形非常的大 我們的面積非常大 然後呢 我們最近比較夯的一件事情 一個管事就是化石文化園區 就是化石 然後也剛剛搭在首頁的時候 有看到一張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 那就是我們左鎮二寮的日出 它是全台灣最低海拔 然後可以看到日出雲海 而且可以看到七彩顏色的地方 所以呢 左鎮它其實是 在天然資源上面其實是非常優的 但是呢 因為它有太大的一個 就是我們說的零班地 我們就是零物局的地 那太多的零物局的這個地呢 我們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呢 再加上我們有一些像30%以上 沒有辦法 就是去開墾的這樣子一個限制 那所以說 我們的你看我們的保安林地啊 保安林地呢 它就佔了50% 那剩下的像農木用地 其實因為它拨度的關係 所以它使用率其實是沒有那麼多 所以呢 我們需要地方創生 那你看這個街區 這個是我們左鎮的街上 左鎮街哦 你看它是這麼的破碎哦 它是這麼的空洞 就是說它的街上不太像街上 就是客人都會問我說 左鎮最熱鬧的街上在哪裡 我都要思索很久 我們左鎮有街嗎 就是這種狀態 就是這種破舊的街 就是房子也蠻多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等一下民養會跟大家分享 它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情 要做老屋的一個活化這件事情 那 我們說政府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呢 它有幾支劍啊 那到底幾支呢 我其實也搞不太清楚有幾支 就是因為我都沒有接到那些劍 對 就是它所要的呢 比如說企業投資故鄉 科技導入整合部會的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品牌建立 這個就是當初我們國發會 它在做地方創生的時候 它希望是企業投資故鄉這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非常好 那比如說科技導入 因為其實偏鄉它其實非常的需要 這樣子的科技 比如說農業科技也好啦 或是說我們的 一般使用的一些3C產品 我們其實在偏鄉的確真的很需要 那整合部會的創生資源 當然很重要啊 從中央到地方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 那社會參與 就是我們必須要全力來支持 我們也的確全力在支持這件事情 從108年開始 年頭開始一直支持到108年的年尾 那我們希望建立的當然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品牌 那不過這個中間呢 就是要蠻多努力 那結果我們發現呢 其實地方創生我們最想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解決地方沒有辦法發展的問題 那當我們把這些問題呈現出來的時候 國發會卻說這是法規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也就傻掉了 因為地方創生不就是應該 中央不是就應該要解決我們地方最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嗎 那我們倒不是需要經費金錢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其實並不太需要 當然我們需要經費 但是呢我覺得我們最首要的還是在法規上的一個解套 但是呢我們國發會他也是說他們在這個部分 他們還需要做一個研討研商 那就是說在我們提的案子之後 他把我們最主要的那一個法規的那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創生園區那一個部分呢 他把我們撤掉 因為呢他覺得那是有牽扯到法規的層面 那就是說不管是我們是位於水質水源保護區 沒有辦法動 連變更一個地幕都沒有辦法變更 連我們想要做一個創生園區 想要變更一個地幕也沒辦法 然後呢一級敏感區就什麼都不行 然後我們有三坡地保護法 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高於30%的時候呢 他就是不能夠去開墾 那所以說有這麼多的法規的限制 包括我們這麼多的零班地 我們該怎麼使用 我們沒辦法使用 那我們農地已經這麼破碎 然後我們的地址又這麼的貧擠的時候呢 我們該怎麼辦 這些人民我們的里民要何去何從呢 那所以說地方創生沒有辦法在左鎮施展開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井窟咒 我都說他叫井窟咒就是法規 我說了三次法規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就是限制我們地方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那要如何來解套呢 我覺得這是要靠著大家的智慧 中央我們的政府的智慧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是地方創生他們當初給我們的意見喔 你看喔他說呢 將本會會納入本會法規調式會議研議 他們有這樣子回覆我們 那可是呢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接到他們任何的回覆喔 他們到底研議到什麼程度了 已經過了一年了 我們完全沒有接到這樣的訊息 也沒有人跟我們講這一件事情 也沒有後續也都沒有人來跟我們接觸 什麼的地方創生這一件事情 對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好像政府到底有沒有在做這一件事情 讓我們也打了好幾個問號 然後包括他說我們他給我們的經費是兩百萬上下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今年有去申請了我們的青年回流農村創新計畫 這一個計畫 然後呢他給我們一年是80萬 所以其實打破了大家對於地方創生很多錢這一件事情 只有80萬我們必須要自籌將近一半以上 所以地方創生其實不是大家想說補助很多經費 不是這一件事情喔 好 那我覺得問題到底出在哪個地方呢 以我啦 我是從我們真的接觸過 然後實際執行 執行面 然後呢 發現了蠻多的問題 比如說 就是以投資代替補助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社會企業來投資我們這個地方創生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呢 誰想投資 誰又敢投資 因為這個地方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 企業敢來嗎 企業最主要就是要賺錢 但是呢 在法規層層的保護之下呢 什麼都不能做喔 工廠不能設立喔 對 然後 就是連我們要變更地木做一個油氣的用地也不行喔 所以其實沒有人敢來投資 因為呢 來詢問過的人都打退堂股了 那我們沒有一個溝通的管道和諮詢的管道 那因為到現在我們也連地方創生 除了我們公所很幫忙我們之外 那到底中央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或是說一個最新的資訊 我們完全沒有接收到 然後政府應該是 應該為這個政策做通盤的檢討 而不是一個口號 我覺得地方創生到現在為止感覺它是一個口號 但是我覺得它是應該要被檢討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的 像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包括法規 包括投資 誰來投資 誰來媒合 對不對 但是沒有啊 沒有人來媒合這件事情 好 然後呢 有誰願意面對跟解決地方創生遇到的真正問題 因為呢 好像在踢皮球一樣 就是它踢過去 它踢過去 沒有人願意接這一個 這一個問題啦 那中央跟地方不同 不太同調就是說 他們對地方 地方可能對地方創生這件事情 覺得說那是可能是中央應該做的事情 他們就是只是可能配合一下這樣子 那 就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會 就是我覺得可能是中央跟地方的一個溝通問題 然後呢 這樣模式地方創生在於佐鎮 可能不可能了 真的不可能了 但是我現在要反過來就是說 真的不可能了嗎 那 我們社區 我們叫做公館社區 我們在佐鎮的南半邊 我們佔了整個佐鎮的一半 我們社區是整個佐鎮的一半 然後呢 就是我們選擇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我們重新回到原點來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還要再繼續去做一個 當然我們是一直在做創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去提地方創生這一個案子 那我們一直在做創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回到原點來思考我們自己 接下來要做什麼 想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不改初衷 我們連 我們當初國發會建議 我們要變成公司去營運 我們到後來都沒有變成公司 我們一直堅持我們要做社區這件事情 因為那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就是公管社區的地理位置 他就是在佐鎮的南半邊 所以他很大 那我們當初呢 提出了這個葛育金的六級產業 主要就是說從二級 三級來帶動一級 因為我們佐鎮的農地太破碎 所以沒有辦法大面積的去種植一些產業 包括芒果 包括竹筍都一樣 所以芒果跟竹筍是我們佐鎮一個 非常重要的產業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大面積的種植 所以我們就更不要說這個葛育金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吧 對 所以我們為了這件事情一直去跟中央 當然不是地方創生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當初跟水保局一直在講說我們要用二級 三級來帶動一級 但是呢 那時候我被潑了很大的一盆冷水 他說 他就跟我說 紅禮那麼多 人家才能做出一個產業 因為你葛育金根本人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怎麼做產業這件事情 我就說因為我們佐鎮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 我跟他解釋很多 但是他可能還是聽不懂 後來我們就是做我們自己了 我就沒有再理會他們願不願來幫忙我們 所以我們就自己去做了葛育金這個產業 就是要用二級三級來帶動一級 那果不其然其實我們真的 就是我們的農民感受到我們 這個二級三級的產業之後 他開始 我們農民開始在種一級的葛育金 包括現在玉井南溪都跟著在種 很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在動這個產業 好 那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產業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產業 因為我們希望在地年輕人回來 這個就是地方創生嘛 對不對 那就是在地青年回來 這對我們來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長輩太多 那沒有年輕人來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誠摯的 一個帶動不起來的一個產業 然後呢 我們希望說把這個帶動地區產業升級 就剛剛我說的 我們臨近的區域也開始在種植這個葛育金 然後呢 我們希望說利潤共享 因為我們是社區發展協會 所以我們不是私人企業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利潤回饋在我們的居民上面 包括我們的長輩公餐 包括我們提供的很多的就業機會 那不管是上游下游 其實我們都是利潤共享 然後其實我們現在在做一個高齡長輩的生命價值的一件事情 包括輕盈共創 包括我們的銀法經濟這件事 那我們想解決的就是失衡的天平 我好像講得好大 但是我們盡量做 他真的失衡了 那我們希望說 藉由這樣子一個計畫 然後藉由我們自己的努力 然後呢 我們想解決就是 修耕的農田 老人太多的問題 人口結構這個部分 那希望說吸引更多人來移住我們的佐鎮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留在我們佐鎮 那這是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包括我們去跟就是一些市集的一個合作 包括店面的一個合作 那還有我們的 我們也有跟俊九街 我們的那個銘養這邊也有合作 就是我們會盡可能去把我們東西行銷出去 那我們行銷的方式 當然很多人會說 你就是找什麼去做廣告就好啦 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很多的資金 因為我們並沒有拿政府很多的經費 所以幾乎都是我們自己自仇比較多 那就是我們透過這些年輕人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社區的 在我們社區工作的年輕人 那我們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發想跟創新 可以把我們的產業 就是踏出更好的那個 邁向更好的地方 那這個是跟我們成功大學合作 我們希望說透過跟成功大學的合作 可以研發出那個更 就是類似一個生技的產品 那也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隔育精它到底為什麼那麼好 不然我這麼說 大家也感受不到它好在哪裡 好 那所以我們需要學術界幫我們做一個研究 跟一個發表 那這是我們的產品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我們的產品 包括面膜 隔育精 清清霜 然後呢 這是我們自然農法 我們這個蒙法呢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反正它就是不澆水 讓它自己生長 這是我們的隔育精田 那我們都是用 我們就是都不灑農藥的 那是我們清零共創 就是長輩跟年輕人的一個合作的一個部分 然後讓長輩可以發揮他們所長 然後就是我們的引髮經濟 讓長輩覺得說原來他們這麼老了 也還可以賺錢 那這是我們的二地品牌之一 我們的旅遊 那旅遊當然是要吃啊 產品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文化飲食 這都是我們在地的文化 然後我們把它修正之後 變成一道道很美味的料理 那這個是我們的在地體驗 這個是食農教育 這是飲菜共生 這應該在我們這個區塊 應該很少人在做 飲 蚯蚓的飲 飲菜共生 大家聽過那個魚菜共生 可能飲菜共生比較少 然後這個是我們農事體驗 那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喔 我們沒有 沒有跟別的單位 就是有啦 就是我們 佐證區公所跟吸管處 他有支助我們一點點費用 然後呢 我們自己做的月食祭 這個就是在二寮觀日平台 然後做一個非常精緻的想宴 餐飲的想宴 那這是我們隔育金故事館 我可以說這個是我們全台灣 第一個隔育金故事館 請大家 邀請大家有空的話 到我們佐證公館社區 來參觀我們的隔育金故事館 那這是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剛剛做的隔育金姐 很有趣喔 我們這個都很 就是我們自己 創新了很多的東西 好 這我們行銷 我們透過很多場合來做行銷 那這是我們的長輩照顧 我們自己買了一輛接駁車 因為我們那邊交通不方便 所以我們買了一輛接駁車 接送長輩到我們據點來做一些活動 社會化活動或是共產這樣 好 這是我們希望他們來我們這邊 做一些健康活動 健康促進 可以健康老化 這是我們最終的一個目標 好 那當然影響的部分 包括我們自己的自信心 包括別人的認同 包括我們可以就是聘請很多的人員 來這裡上班 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承諾 那一雙手是一個八十幾歲的阿公的手 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一直堅持下去 我們的一個自然生產的一個理念 好 這是我們公館社區 你們若是想要搜尋我們的資料 我們公館社區的一個FB上面 裡面有很多我們的資料 好 那我們希望說 大家可以給我們一些回饋 或者是說提供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讓我們一直有機會可以往下走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可以幫我們播放兩支影片 那這個是 這兩支影片其實要介紹 我們要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隔育金這個產業 要為大家分享的是 佐政多本社區的隔育金植物 隔育金電力分數五分加 它是地下快金植物 生長分布於山區 春季種植 夏季發育生長 秋冬落葉休眠 便可攫取地下快金利用 每年一月底 葉子逐漸酷黃 象徵著隔育金採收的季節快到了 能不能採收 看葉子就知道 採收仍以鋤頭徒手挖 大約10斤可隨洗出1.5斤的粉 隔育金地下快金是製造粉薯的澱粉原料 社區每年收購在地長輩自行栽種的隔育金地下快金 自行製作粉薯 方法很簡單 卻很繁瑣 首先把隔育金帶有土質的部分沖洗乾淨 再把它身上的一層膜去除 並將快金洗淨 再用壓乾澈的機器 將快金壓扁壓三次 盡量把澱粉取出 壓榨隔育金紮實 一邊加水 再用人工稍微用手揉 手壓的方式 盡量把隔育金澱粉壓出 出木紗布濾去纖維雜質 留下澱粉液 將澱粉液靜置一段時間 待澱粉完全沉澱 把上面的髒水塗倒掉 再重新加水等待一碗沉澱後 隔夜把它洗到變白色粉塊 這是很傳統的工法 叫洗粉 所以非常好事 且辛苦 洗到白 才能取出柔鬆 並曝曬至完全乾燥 曝曬到乾 需要大太陽 醫治兩天 不行有濕度 要完全乾燥 才能包裝保存 便是純天然的太白粉了 可儲存作為勾籤料理的原料 也可搭配著黑糖直接飲用 來 歡迎我們社區 東方社區 吃我們的粉粽米 要我們的粉粽粉 謝謝 這支影片是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隔育金的一個栽質跟生產的過程 那就是 其實它蠻繁瑣的 它要花的時間很長 那所以說 為什麼你們在市面買不到這種東西 因為它很珍貴 剛才有說 石金只能洗出1.5金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作物 來做我們地方創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業這樣子 觀眾朋友 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聽過葛育金呢 它是一種地下快筋植物 又稱為粉薯 取其中的澱粉 可以拿來做成天然的太白粉 麵條 甚至是拿來敷在臉上的面膜 為了推廣相關的產業 台南市佐政區有一座葛育金產業故事館 在今天 正式開幕了 葛育金是什麼 解說人員現場拔給你看 這個算小的 這真的很小 外觀有點像薑 也有點像竹筍 這一大片綠色植物的底下 就藏著大地的寶藏 葛育金 長輩他們都會先把這個膜 一個一個用手工把它這樣撕 撕到之後像這樣純白的畫面 它還是葛育金 葛育金又稱為粉薯或太白筍 每年春天種植 夏天成長 秋冬季節可以收成 取地下快筋使用 精油採收 剝皮洗淨 搗碎鴨扁 搓洗 去除纖維雜質 過濾沉澱之後 取其澱粉可以製作成純天然的 這個農產品 如果加入在這個現代的 大家喜歡吃的這個乾麵條當中 非常的Q彈 有這麼好的東西 必須要有一個據點 讓它可以去銷售 你看 我們現在就是打造這個據點 台南市佐鎮區葛育金結社區成果展 即葛育金產業故事館 11月28號開幕 吸引遊客參觀 館內詳細介紹葛育金的製作過程 要將這項老祖先的智慧 發揮出現代的新價值 明星文 鄧山田 台南報導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葛育金產業 那今天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地方創生 嗯 需要我們自己在地 一個很大的一個能量 去堅持 去支持 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然政府他們做出這樣的一個政策 決議這樣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政府他們可以為這樣的政策 做一個 就是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就是說政府 我們跟政府這個之間沒有辦法 配合的時候 我們就自己來 雖然說很辛苦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雖然說在惡地上面 但是我們說惡地不惡 就是說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努力的過程 讓大家看到我們佐鎮 台南佐鎮的產業 也是可以有 就是可以發光發亮的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 我們謝謝劉足剛剛的分享 其實應該大家聽完之後的感想就跟我很像 就是地方上升還是靠自己好了 其實政府能做的事情看起來其實相當的有限 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新化 其實在新化團隊 石荒柳的執行長 好 明陽 那他也是新陽長期以來經常合作的夥伴 那這一次也是佐鎮這邊邀請你們去提案嘛 對 那執行了一年之後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他的這個一年的地方創生經驗談 好 歡迎明陽 好 大家好 那很感謝劉足姐 前面已經先介紹過佐鎮這個部分了 那我今天的簡報呢會是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先讓大家知道我們團隊 以及我們團隊為什麼會進入到佐鎮 因為我們一直是十年來都在台南新化紮根 那以及為什麼會去到佐鎮去 這個會跟大家來做一個前情敵要 那後半段呢會進一步再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實際的遭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遭遇到的狀況 我盡量就是用一個流程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我今天是想要盡量的理性的去來說明這一切的遭遇 所以有一些可能有貓膩疑似有貓膩的地方 我就用一種問句的來跟大家來做一個陳述這樣 好 那 今天呢 直接title跟大家看的就是我們當初跟佐鎮 就是跟幾個廠商幾個夥伴 包括柳竹姐這邊我們一起提案 然後就我自己提案的部分呢 是叫做俊九街莊文旅品牌的一個營運計畫 為什麼叫做這個名稱等一下也會讓大家知道 那我們現在是以山海豚社會企業的一個角度來推行 包括新化 包括佐鎮預計未來要做的事情 下一頁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團隊呢 有一個應該是回到上一頁這邊 我們團隊 我們的習慣大概就是包括在新化也是一樣 我們會盡量從做任何事之前會先從過往的一個生活底蘊 或者是一些生活文化的一些內容裡面 試著先去做一些探討 然後再進一步再決定我們要做哪些事 盡量不要去做地方上本來沒有的事 讓它長出一些有的美的出來 所以包括說這一張照片呢 也是讓大家先看到 我們事先在做任何事之前 也先在佐鎮做了一些 做一些歷史文化的爬梳 這張照片是當初 柳竹姐剛剛形容的大家可能還沒有太清晰的面貌 這個是像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佐鎮的先民們就是用這樣子 用拿著鋤頭 然後擔著那個籃子 就這樣子開山路 慢慢的把路開出來 包括把街照出來 但是這一段的一些過往的 這這樣的一個艱辛的過程 祖先的一些走過的路跟他的智慧 基本上已經快要被遺忘掉了 下一頁謝謝 好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在新化 也是10年前就開始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包括說我們在做任何 包括辦活動啊 或者是推展一些任何體驗的內容 或者是像推展刊物啊 小旅行啊等等 這些事情之前呢 首先第一步一定先從 歷史文化的 生活文化的一個角度 先去做一個爬梳 然後再試著將相關的一些記憶 再將它轉化成一些 我們可以去 去做事業推展的相關的內容 我們深信這樣子所長出來的內容 是比較能夠得到認同 而且也比較能夠感動人 進一步也能夠再吸引更多人的參與 好 下一頁 不過呢 剛剛那張照片比較多是屬於傳統的色照的一個做法 大概十年下來 大家如果聽過社區營造有用哪些計畫 或者是有推過哪些事情 大概我們都已經有做過類似的事情了 我們團隊的經驗是也還蠻多的 可是我們一路走來就會發現 遇到一個狀況就是很難去處理的 特別是在一個 這個傳統 這些歷史老屋的一個保存上面 因為我們做色照做了這麼多年下來 發現說我們做了再多 其實也很難去對應到一群人 那一群人就是老屋的屋主們 這些老屋的屋主們呢 台灣有太多的老街也好 大概都會有一個通病 就是早期的老人家呢 都有一個習慣就是 在過去比較有資源的時候 盡量就是將他們的子孫 能送出去的就送出去 送出國啊 或送到大都市裡面去栽培 當這些人呢 一旦在外面落地生根的 甚至都功成名就的 他要回來其實是很難的 更別提說他還要特別回來 去照特別因為我已經租給了一個餐館 然後我人在波士頓 我不可能再因為他裡面說 屋子裡面有漏水 然後我還特別要回來處理 所以呢我們這兩三年發現 很嚴重的問題是 陸陸續續有屋主從都市 或從國外回來 回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麼 盡快的把他們的房產 隨意的出租或隨意的出售 那我們發現當這樣的一個情形 開始發生的時候 內部的文化資產就會大量的流失 那在中間還夾雜了幾個問題 包括說這些屋子可能就是 疏於維護燒掉的 或者是為了要趕快給人家 趕快清空 然後就變成夾娃娃機店 那有一些 有一些重要的文資在裡面 怎麼去保存它 以及就是也有一些年輕人 主動回來要創業 或者是他想要返鄉找機會 但是又比較求助無門 那以及還有90幾歲的阿嬤在固店的 這些 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他隨時會倒下 那我們 他一旦倒下房子馬上出租的話 那這裡面的文資又要誰來照顧 所以呢我們發現過去的做法呢 傳統的做法比較無法去因應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們採取了一套不同的方法論 就是我們以企業的角度 我們有一套營運模式出發 用我們企業的一個 本身就能夠營運的角度 我們跟屋主來談判 然後換取一些條件 包括就是說 我們首先為了要產生一些示範點 我們事先將老屋租下來 租下來之後呢 我們試著也答應 就是也跟屋主說 我們答應你就是也協助你做 房舍的相關的診件 然後讓這個房子的本身的一個 它的一個價值可以提升 當屋主發現說 他自己也能夠從這個過程中 得到一些利益的時候 他就也願意回饋給我們更多 所以我們盡可能在屋主本身 只尋求利益的角度 然後跟我們想要推展的社會使命 中間去找到一個平衡點 所以這個是我們 也因為這個方法論 我們陸續去累積一些經驗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套 一套方法論就是說 我們是以新化生活故事博物館 在看待整個新化歷史街區 所以呢 我們是試著 也呼應到地方創生的政策 我們是將人地產三大環節 看能不能讓它產生正循環 所以呢人呢 怎麼來到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怎麼一起透過一個群聚式的 大家一起來培育 然後大家一起抱團 可以往前走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又可以因著 我們有共同的理念 來打造特色的一個生活空間出來 這樣子一個生活空間呢 又可以容納 逐漸延伸出的特色商品 與體驗的服務 它自然就會形成一種 體驗經濟的模組 可以吸引更多人留下來 或者是讓更多人也能夠願意進來 那我們這兩年也一直在試著 從外部旅遊的資源的連結 跟數位服務的導入 來幫助這些年輕人們 包括學校的資源 跟創新育成中心等相關的資源 那目前像我們這些 已經集結起來的青年夥伴 有咖啡師、陶藝家、中藥房第三代 返鄉設計師 這今年回來的 跟園藝治療師 跟一些文資保存的設計師等等 我們就大家一起集結起來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說 可以在五年內 讓這個黃色的部分就是 劃定新化歷史街區之後 所指定的文資潛力建築 它本身是沒有文資身份 但是這些文資潛力建築 如果要申請補助的話 是優先錄取 所以我們目前是以這些 文資潛力建築為標的 希望說五年內 我們能夠將四分之一的文資潛力建築 包括像我們自己經營的米店 就是也讓百年的聯米機可以留下來 然後做為米食教育的一個場域 好 那這張照片呢 就是讓大家開始了解 為什麼我們會進入到佐鎮 因為佐鎮呢 我們在這張圖是1920年 日本政府要修改地方制度 的一個層級的時候 然後呢 辛化就被包作為辛化菌 辛化菌所管理的範圍有到 新式三化安定 佐鎮域及南西南化山上 這九個結莊 那所以佐鎮跟辛化本身在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歷史 不管是政經 基本上在過往就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呢 當2019年地方創生元年的時候 2018年的年底 其實國發會的輔導團隊 就已經先找上我們 然後希望說 我們有沒有機會 藉由我們的經驗去幫忙 佐鎮老街那個地方 後來我才知道 佐鎮原來是有老街的 就如柳竹姐剛剛說的 佐鎮有街嗎 好 那這也是我陸陸續續收集的 開始了解地方的一些文史 好 那一開始其實我是婉拒那個團隊的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的口袋也不夠深 光辛化一個地方 我就已經過不了了 但是後來我想想 如果我們路要再走得更長遠的話 以辛化目前來講 就算它發展得 如我們的預期的好 但是它畢竟如果未來 遊客來或是相關的商機的對接 它畢竟還是無法有足夠的規模 甚至 遊客停留的時間應該也還不夠長 因為它的整個休閒旅遊的一個 一個功能還不夠齊備 包括也缺乏住宿空間 所以呢 我們重新去思考 我們站在以台20線 的一個角度 以區域的一個經濟的思考下 我們去了解 假設佐鎮老街 這裡也有機會 有所起色的話 它就可以成為一個 當旅客來到這邊的時候 它可以去山上水稻博物館 新化歷史街區 它也可以去二寮看日出 可是中間如果有一個中間的 中繼的休憩點的話 勢必整個台20線的休閒旅遊資源 有機會被整合起來 進一步 我們可以再 將我們的一個事業推展上面 可以再有一個規模出現 這是我們當初的想法 而且 我們還是回歸到 我們的歷史的這個區塊 我們很希望 新化它可以再重新回到 像1920年那張圖這樣 它就本身就是一個 那個農特產的一個交易集散中心 然後本身也是一個旅遊的門戶 所以這是我的提案 然後進一步 我的提案裡面是包括說 要開發特色商品服務 要也開發相關的文化體驗的服務 跟要經營街屋 首先也要先做整件跟保存 然後包括說也需要輔導 如果有青年想要回來 也是可以創業的輔導 以及相關的周邊地區的一個特色的整合 那進一步呢 這個是投資方案 這個是屬於投資的部分 所以它的配套建設呢 我其實也不貪心 我只需要呢 文化部給予我 一樣他們原本就有的老屋補助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配套建設就指定為 駿九接莊歷史老屋保存再生計畫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所選定的 作為一些文史內容的爬梳之後 我所選定的一個重點區域 那我在這裡選擇了六間老屋 來作為第一波必須要推動的一個區塊 然後來進一步架構起這個文化的一個圈域 好 那如同剛剛柳竹姐也有稍微給大家看過 其實我現在進去的部分 就是要去整建這些已經像是廢墟的地方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文化部的委員呢 跟我走了一招之後 轉過頭來跟我說你瘋了嗎 那但是我的 我是很理智的在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對他們看不見我眼中所看見的美好 所以我會繼續去努力 那這張圖是最近很流行的梗圖 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接著要開始講一些過程的 你知道政府在推地方創生嗎 知道啊 不是你在推的嗎 強調投資 但是我要最後才告訴你我講的投資是什麼 好 好 所以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從 關於機制、投資以及配套建設這三者 讓大家知道說 這過程中有什麼樣一個過程 那基本上大家其實一般的邏輯去思考 你們也知道 當有一個人告訴你 我們可以投資的時候 你一定會直接問說 那你們講的投資辦法總是要讓我知道吧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嘛 今天有人告訴你說我們來投資什麼 那是不是你會跟他說好 那遊戲規則是什麼 可是當時是沒有的 所以國發會的委託廠商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陸陸續續在找廠商能夠加入 然後工所必須匯整這個廠商的計畫 但是呢 我當時就先跟這個廠商 不斷的跟他們幾次去訴求說 請你們盡快的告訴我 到底你們的投資方案是什麼 可是呢 一直沒有得到相關的回覆 但是這個團隊呢 他們還是找了創投工會 來告訴我說 來跟我至少跟我談一下 究竟我們所謂的投資方案是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時候創投工會的某個長官 就跟我說 其實呢 我們目前呢 並沒有說到要針對地方創生 尤其是地方創生元年 我們還沒有說到 要針對地方創生要制定什麼投資辦法 但是事情已經開始了 然後我就聽了 我就整個人傻眼 說你們已經要開始了 怎麼會沒有投資辦法 你們裡面不是應該會有很多專家嗎 但是他們還是只能這麼回答 所以呢 我還是抱著一個希望 就是說 那或許 國發會會慢慢補上相關的機制 因此 還是先且戰且走 繼續走相關的提案流程 可是 關於配套建設的部分 我還有一件事情很不解 當你們都還沒有告訴我 相關的投資辦法的時候 我根本也無法去說服我的投資人 又或者是我的股東 甚至我都還不知道 這個資金的來源會是什麼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冒然的去告訴 去指定說 有哪些老屋 我可以協助整建 但是呢 那個時候 可能他們有KPI的 可能啦 這是一個問號 我沒有直接武斷啦 可能他們有KPI的壓力 所以呢 他們就直接告訴我說 可是如果你沒有馬上先指定幾間出來 他們怎麼相信你未來可以 你未來要做的標的是什麼 但是就我 就我的專業的角度 我會跟他們說 地方上的工作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當我一開口 跟柳竹姐在這裡可以作證 當我一開口 跟那些屋主跟地方人士說 如果我要來協助你們整建老屋的時候 他們就會馬上有期待 當他們馬上有期待的時候 我後面可能都還沒有什麼樣的影子出現的時候 他們的期待會慢慢被摺 會慢慢磨損 到後面會怎麼樣會很難說 可能有可能會沒有 可是這個過程一定會產生許多不愉快 但是呢 我還是被要求說 我要提出那幾間 到底是幾間 而且明確的指出有哪幾間這樣子 好 那後來呢 就是也必須先送市府 可是到了市府這邊呢 又來了一個奇怪的事情 就是照道理說是有廠商要做什麼 交給公所會整 然後公所再提供給國發會 可是中間有市府這一層 市府一定會以他的一個市政的期待 去影響你廠商的提案 這個我們就受到影響 那我會很奇怪的說 我想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我一定要以左鎮化石園區為核心 可是最後還是被要求改成那樣 好 好 無論如何 OK送國發會了 然後呢 就是接著就是通過或不通過 那不通過呢 就還是要回來公所這邊重新再做一個修正 那我們也很奇怪的是 還有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到最後階段 到了國發會的時候 那國發會還要去質疑 當初輔導我們的那個廠商所提供給我們的格式 而且已經是到最後階段了 還在講格式的問題 這個也很令人不解到底是為什麼 但是這麼一回來呢 就導致整個我們幾個提案的廠商 這些團隊們的士氣大受打擊 這個整個過程中太多的不確定性 好 那既然最後在今年的1月通過了 照理說通過之後就要 有了相關的會議紀錄 就要交付各部會去通知說怎麼去配合 但是從1月通過之後 當我真的覺得自己準備了一個段落 我準備要跟國發基金聯絡的時候 相關的窗口居然跟我說 可是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指示 4月了 所以呢 再進一步再跟他們談說 OK 那他們總算有指示進來了 好 我時間快不夠了 有相關的指示進來了 然後呢 他們最後還是跟我說 我們最後還是用天使投資方案來套你們 這樣子 但是天使投資方案是本來就有的東西 光是我講其中的一點 就讓我覺得它不適合我們的 天使投資方案它裡面就有寫到一個 7年呢 國發基金原本入股的部分會退廠 可是呢 我們廠商必須在7年後 用1.5倍的資金買回你們的股份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入股我300萬 我還要用450萬給你們買回來 光是這樣子我就乾脆跟銀行貸款就好了 好 但是如果對一些科技廠啊 或者是對一些生技廠啊 對一些數位的什麼的 他們或許真的有那樣子的一個把握 當國發基金一旦給予他們資金 然後他們就可以股價翻漲 他們拿翻漲幾倍的股價來買回你的股權 這個是很容易 可是對我們來說 這完全行不通 後來呢 我本來就決定說 不然 既然不適合的話 那我乾脆準備要測案 後來媒體就開始進來關心了 再給我一下下 媒體就進來關心 並且做了相關的報導 那這個相關的報導出來之後 這個窗口呢 就突然打給我 然後就跟我們說 其實他們呢 四月初我們聊的 可是其實四月底呢 就有新方案出來了 是可以讓廠商自己去制定 適合的退廠機制 那我當初就開始在想 那你為什麼四月底的時候不告訴我 就會有一些許多的疑惑 所以搞到最後 我還是自己在籌資 等到我有足夠籌資的一個把握 我再送件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乾脆我其實在中間我都不用做了 我其實只要 我真的要的話 我乾脆直接從這裡開始就好 所以我幹嘛還要花一年多的時間 走中間這一段 好 那既然文化部這邊呢 我們有相關配套建設 而這個文化部 只有老建築保存在生 這個計畫本來就有 所以呢 我們也就是提案了 但是提案的時候呢 發現也不對啊 委員還是就這個計畫原本的初衷 去用文資價值的角度去審我的案子 但是我很清楚 我所設定的那幾間老屋 雖然符合資格 可是我也很清楚 它並沒有高的文化價值 所以就變成是 你們當初跟我說 政府會盡量配合 盡量給我們高的補助額度 但是到最後又變成 不是這麼一回事的時候 來到最後我都已經提案了 而且都審核通過了 我現在我才發現說 我的成本呢 是在這個不確定的政策過程中 去我的成本不斷的累加上去 好 所以呢 而且還曾經有一段時間說 錢不夠 那我們分兩次來合播 那所以我這一塊呢 我還沒有放棄 所以我還在走細部計畫的一個階段 那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公所當通過之後 公所面臨到的我們這些問題呢 他們其實也是無人為力的 只能不斷的去跟我們問說 那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很扯 原本呢 這個新任的區長跟我們 都已經達成了一個要往前走 大家要往前拼的一個默契了 結果呢 區長突然被調走 就算被調走 而且他是在前一天才知道他要被調走 所以原本我們所談好的那一切 就全部要重來 到目前為止呢 新任區長都還沒找過我 好所以呢 接下來我有四個發問 可以快速給大家 就是說 我想我還是這個發言 還是要有一些建設性的話 至少這四個問題給大家 就是說 地方創生事業與地方團隊 量身訂做的投資辦法 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可以大家一起來 多出國發會跟國發基金 由公所主導與會整 這樣子一個機制方式 到底合不合適 公所到底有沒有能力 來處理我們的問題 這是一部分 再來就是國發會 在各部會的整合機制跟力度 大家也發現了 當他告訴各部會說 你們有一些經費 是要搭配配套建設 可是呢 他勸 這些 原本的這些 各部會 原本他們的計畫 並沒有被準備好 這是又一塊 以及就是地方政府怎麼 如何讓公所相關的人士 可以穩定 我們有一群人 包括公部門 有一群人在地方上 是可以 有默契的努力在推動 但是呢 像台南市政府 他的地方創生是歸金發局 可是把區長掉斗的是社會局 所以這其中呢 有許多的一些問題 是可以值得大家來 一起來探討 所以呢 我盡快的就 把我們的相關的一個經歷 來跟大家做了這樣一個分享 如果有QA的話 也歡迎大家 謝謝 謝謝 你要不要先 一起到台上來 我知道我們這場時間 其實到四點半 但是因為 我們還是希望 留一點時間 給兩位講者 可以回答QA 可以先幫我換到slido的畫面嗎 那我們先看slido的問題 那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有一些比較細節的 那也許有一些是 譬如說自己可以上網找資料的 我覺得可能就不一定 需要在這個時候回答 譬如說年齡層人口百分比例 我也是什麼 先以來有做人口資料包 可以參考 那葛育金在佐鎮可種植的地區 占有多少比例 跟發展葛育金產業過程中 是否有關於更多 青年返鄉跟長者分享的 動見或故事可以分享 我們是不是先請柳竹姐 簡單用兩分鐘回答一下 因為我還是希望現場可以開放 好 葛育金現在在佐鎮種植的面積有多大 那我要跟大家講說不多 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那到底有比例是多少 其實我也目前還沒有算過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剛在起步當中 那有的農民呢 他就是會去種 就是用他的一個空地去種植 那個面積很難去計算 就是說他不是非常大面積 但是就是說 A農戶呢他就是種一小塊 B農戶呢他也是種一小塊 可能是一分地 都是一分地 一分地沒有很大喔 所以說其實現在到他的佔比有多少 其實我目前也還沒有去計算出來 對 那我知道就是說 以我們今年的收購 收購這一件事情 的確是比去年容易多 因為去年我們要收購 隔育金的時候 我們找不到隔育金 我們是缺貨呢 一直缺貨一直缺貨 那今年的話 我們就是從開始 開始在生產的時候 就很多農民就 一直送他們的貨來給我們 當然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收購的價錢高 所以他願意來 就是拿來賣給我們這樣子 我們收購的價錢 其實比他去賣的還要高 所以呢他願意來賣給我們 就是有些農民喔 你可以在那個市集裡面 看到一些小農民喔 他會用一包一包這樣子 裝一包一包這樣子 然後拿去市集賣 都是老農民喔 阿嬤阿公在路邊賣這些東西 那可是因為透過我們 我們可以幫他們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行銷 包括包裝 包括品牌這件事情 所以農民他們願意 把他們的東西拿來給我們 就是說以收購量來講 從去年的大概兩三噸 到今年的十二噸左右 其實是差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那一種 就是種植的面積 在今年來講是真的比去年多很多 那發展葛玉金產業的過程中 是否有更多關於青年返鄉 與長者智慧分享的故事分享 這個部分其實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會做葛玉金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長輩有關係 因為長輩其實他們會做這些技能 其實是他們從小就會的 就是他從阿公阿嬤 從爸爸媽媽那邊學來的 但是在他這一輩 在阿公阿嬤這一輩的時候 他其實因為他的子女都出去了 他其實找不到人來陪伴他 來學習 來傳這些東西 然後剛好我們社區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說由阿公阿嬤來教我們 來教這一群年輕人 就剛剛大家照片上有看到 包括他怎麼看他好了 就是他已經成熟了 包括說在過程當中怎麼去壓榨 怎麼去洗粉 那個洗粉是最關鍵 那個洗粉很辛苦 就是常常我們都要洗到 像我們也是喔 我們在社區常常都要洗很久 然後手都洗到變白了 那沒辦法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我們的手好像變嫩了 就是很滑嫩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 就是請我們長輩 也來一起加入我們這一個 這個隔育金的一個產業的一個團隊 那包括我們這一次的月食季的一些 一些食物跟食品 或者是說他的食材 也都是阿公阿嬤教我們怎麼做 然後再由我們的年輕人 去做一個變化把它精緻化這樣子 所以其實從剛剛我們在講這個 隔育金產業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們要強調的就是 輕盈合創這件事情跟銀法經濟 因為我們的長輩太多太多 你一進到社區看不到年輕人 除了在我們社區工作的 幾乎看不到年輕人 那長輩我們就給他一個舞台 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機會之下 展現他們的技能 然後展現他們的自信 電擊他們的自信 讓他們更健康 其實這是我們在做長輩關懷 很重要的一環 對 謝謝 相對於其他墊粉類作物 隔育金有更高經濟價值的潛力 在什麼面向 或在經濟價值之外 隔育金是如何連結到 地方創生這個主題 因為葛育金其實是我們原先就在做 那後來因為在推地方創生的時候 所以我們才會做我們的六級產業 我們把葛育金推出來做我們的六級產業 我們希望把它這種好的東西 那剛剛有講到說 相較於其他的就是 有更高經濟價值的潛力是什麼面向 其實這是我們跟陳大在合作 現在就是請陳大幫我們分析它的成分 那因為這一塊其實在美國的研究報告 其實已經有報告 但是在我們國內似乎比較少 我們只知道說我們的農委會 把隔育金當作是一個藥用植物 來做一個就是一個標定這樣子 那可是在國外其實這個 他們對於隔育金的一個研究報告跟使用 其實是非常廣大 非常大的 而且都是用在於養生上面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澱粉的價值上面 我覺得它就是我們要等陳大的報告出來 我現在講這個可能比較 但是在我們使用的經驗上面 的確是連糖尿病的患者 他都可以使用的 大概是這樣 沒關係我們現場是不是開放一到兩個問題就好 有沒有朋友想要發問的 隔一間的問題要不要先暫時不要再繼續問了 我們可以先問一些其他的問題 譬如說在兩個案子裡面 政府的機制到底如何失能 或者是說如果地方創生 最後還是需要靠民間自己來的話 那是民間做好讓國家來收割嗎 還是怎麼樣呢 有沒有其他人想要就這方面來提問呢 感謝今天兩位的 就是在佐鎮在地 深耕的一個社區工作者的分享 那我想要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佐鎮這邊 就是跟它的地質是獨特性的 它是擬火山的一個成分 那跟社區的生活連結是什麼 然後第二點是在生物多樣性 就是目前在社區營造部分 應該是說在做地方創生的這樣的一個操作過程 有去調查生物多樣性的面向嗎 因為我會提到這兩個課題是因為我剛才有查一下 地方創生目前它是沒有法制 它沒有像農村再生 它有農村再生條例 所以可以實質的去為社區推動 所以目前台灣它還在醞釀中 那法律就是條例現在是草案 所以立法院這部分 他們也還沒積極的push 所以這可能就是剛才在實際在業務操作上 一直是法規法規的問題 因為目前台灣的一個法制的跨步的部分 還是比較缺肉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我想 然後第二個是我會提出 剛才講的生物多樣性跟地形 因為這是很獨特的地方 其實在寧物局就是農委會寧物局 它有離山跟離海倡議 所以這部分或許是可以讓佐證 可以思考 他們目前已經有國際上的一個結果 或許可以有新的可能性出現 謝謝 這部分我來回答好了 剛剛講到說我們寧眼弟子跟我們的生活的連結 其實我們剛剛會發我們一直在講說不要說葛育金 我還是要回到這個議題 對 其實為什麼會種葛育金 其實跟我們的地質有關係 因為葛育金它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那寧眼地質剛好也是這種不用太多的水分的一種作物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了葛育金 作為我們發展的一個作物 那其實在我們這邊生活的這些長輩 我們的居民其實是很辛苦 因為就農業 剛剛說的農業為什麼會這麼的沒具代表性 或者說它的種植面積會少 也是因為這個寧眼地質的關係 因為它太貧瘀 它沒有水 我們有時候要越獄取水的時候 常常花了很多費用 那農民他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我還沒去種植 還沒收成 我就要花了十幾萬去砍這個水樓 我幹嘛呢 所以他們就後來都會放棄 第二個就是 他們在取這個水的時候 比如說吸也有水啊 可是吸的水常常都是泥岩地沖刷下來的 所以它的含泥量非常高 那我們知道那個抽水馬達有嗎 抽水馬達要抽水的時候 常常會把那個久了就是 就會把抽水馬達的那個機能弄壞了 因為它的泥土都卡在裡面 所以農民他們就漸漸覺得說 做農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然後再加上他們有時候要取得土地去種植也不容易 因為放眼看過去很多 我就以越世界來講 大概70%都是國有林地 對 那他們怎麼種植沒有辦法 就是說這其實都是我們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但是我們要不要在這裡一直居住下去 當然年輕人就比較沒辦法 就是長輩了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有關係 然後產業也是啊 產業其實大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的 我們泥岩地種出來的果實是非常好吃 只是說因為它水分比較少 但是它很Q很好吃很香 當然這是說內行人才會知道 但你拿去市場賣的時候 那個賣相不好嗎 因為它比較小 它就跟玉井的芒果來比的話 它已經遜色很多啊 但是以口感來講 很多人就知道說 二地出來的水果就是好吃 所以其實很多方的連結 它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說適應了 我們要去適應這塊土地 那就是我覺得那一種需要從小去 從教育方面 或是說從小 或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少子化到這種程度了 那就是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一點一滴這樣子 跟土地的感情一直連結起來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的作物是這麼的好 是因為這一塊土地給我們的 對 然後剛剛生物多樣性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目前也是透過林務局的一個林業計畫 來做一個就是我們生物多樣性的一個調查 對 那其實我們最想調查的是 當然它是多樣性 我們顧名思義是多樣性 那我們其實最想要調查 其實有一樣動物叫嘲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嘲笑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它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透過的就是不管是林務局 或者是說水保局 因為水保局有在做里山里海 所以透過這兩個單位 來協助我們慢慢把資料備整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希望說在經過兩三年之後 我們對於生態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是水質水源保護區 照理說我們的生態會很好很多元 但是好像似乎學者在這一塊的著墨也很少 在地可能也沒有多大的能量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社區這幾年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單位 來協助我們做這件事情 對 謝謝 時間關係我們這一場 我們這個場次要結束在這裡 那就謝謝兩位來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下一個場次的議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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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